繼續我們來關心 現在很多公共町素 都有無種的便宿 不過這對富林人 這個芙蓉去便宿 感不方便 所以很少人關心 這芙蓉團體就挑戰 高雄七十四經百會公司跟大陸中 發言說這便宿的問題是有夠多 因為這個區域的這個買藏便宿 是沒有安全 這附手的地方 還有這個威脅 就有越像人身安全的地方 也很多 還有這個親自的便宿也不夠 讓媽媽帶小孩去便宿 兩個人就要站在這個 這個爺爺的空間裡面 真不方便 會讓人容易擺著 那等他要站起來 他已經卡牙手吧 然後要起來的時候 他會容易暈眩 他站不起來 只有靠自己的手撐自己的腿 那這樣沒辦法撐得住 所以這一點是很危險的 富林團體表示 很多買藏跟百會公司 是頗像朋友帶到小孩 做會買東西消費的頂數 不過體驗全高雄七十四經的 百會公司跟大買藏 所以發言沒有一經在清潔 跟安全性上面可以全面檢驗 那我覺得那個門板 那個隔縫跟偷拍的 這個事情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 那個所謂的緊急按鈕 還有那個扶手的部分 那個其實是很多朋友 一直不斷在提醒的一個地方 富林團體本來想要頒 幫助對路線優先的便宿 不過最沒了 並沒有第一次的責任 富林團體 讓有這些商店跟百會公司 應該讓路線朋友跟小孩 一個數字 跟安全的最便宿的空間 記者就這樣提醒了 這麼多的 好